社会事件来看到花莲市12号晚间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一名无罩男子骑乘机车行经中原路刚过地下道后 因为没有注意到一旁有准备穿越马路的富人 紧急刹车后滑倒连人带车撞倒富人 让她当场倒地送一急救后仍在昏迷当中 监视器画面中一位80岁的老婆婆不顾马路上 双向车辆来来往往打算从中间穿越 没想到就这样被及时而来的机车撞倒在地 目击民众都被这一幕给吓坏赶紧报警 救护人员到场紧急替老妇人做CPR治疗 因为当时她伤势严重没有呼吸心跳 12号晚间7点多花莲一名20岁网姓男子 行经中原路地下道 当时她从出口骑上来 因为天色火难又飘着小雨 视线不良让她没注意路中央有人穿越 顿时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上 只是王姓骑士自己并没有驾照 灵姓老妇人也在双簧线上违规 穿越马路 双方都有责任才酿成这场意外 我一看到她就赶快要闪 多处擦错伤 监察机车驾驶人没有酒精浓度反应 但是为你有合格驾照 详细的招式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 天色火暗时可着亮色系服装或反光背心 发光手环等 让其他用户人可以提早发现 避免事故发生 老婆婆到院前已经恢复生命迹象 但还在昏迷当中 持续在江湖病房观察 王姓骑士则受到查错轻伤 警方也持续厘清两兆相关过失 记者徐丽勤 庄西元花莲采访报道